NBA季后赛G4,热火主场继续迎战熊鹿 目前热火大比分2比1领先 上一场回到主场,热火完全打疯了,大胜对手22分 可惜,球队也出现了伤病,奥拉迪波已经官宣赛季报销 巴特勒也出现了伤病,但本场比赛不会缺阵 很有爱的一幕,赛前热火球员全部身穿 一有奥拉迪波照片的T恤入场 球队关推写道,全部的爱献给奥迪 而奥拉迪波也回应了关心他的朋友们 不要为我流泪,我会挺过这一切的 Shams报道,乐观估计奥拉迪波6个月后可以恢复篮球活动 2020年纪后赛,巴特勒的硬度让热火一路杀到总决赛 2022年纪后赛,巴特勒的硬度再次让热火杀进东部决赛 距离再度闯进总决赛,只差一个三分 这几年的巴特勒,虽然不是在季后赛最强的球员 但论硬度,没人可以和巴特勒相比 今年首轮对阵熊鹿的第四场比赛 巴特勒的硬再次刷新了球迷的认知 因为伤病,字母哥前三场比赛只打了11分钟 熊鹿输掉了其中的两场 今天,字母哥伤还没完全好 但选择提前付出 因为今天再输,熊鹿真的就一点容错没有了 对于熊鹿来说,本场比赛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输了的话大比分就将变成1-3 到时候就真的难追了 终于,赛前球队官宣,本场字母哥迎来付出 且没有时间限制 G1因为背部错伤,字母已经连续缺写了G2和G3 希望没有大碍啊 果然有字母就是不一样啊 上半场比赛结束 熊鹿客场57比50领先热火7分 字母哥付出 熊鹿客场拿下热火将系列赛大比分搬成2-2 我相信这应该是大部分人对于这场比赛的预期 今天这比赛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的剧情发展 首截巴特勒打满12分钟 投篮10中9,3分2中2,拔球4中2,砍下22分,一篮板一助攻 进攻端更是强硬双手格扣字母哥 秃头结合个人连得6分一度打听熊鹿 已经没人能阻止这个男人了 据统计,巴特勒成为25年来 第五位在季后赛维球队连得20分球员 难以想象就这样的表现 第一节结束热火还落后熊鹿5分 随着阿德巴约的一蹶不振 热火全队真的只能看着巴特勒在苦苦支撑 第二节巴特勒单节只有2分 他的体力达到了第一个极限 第三节巴特勒在一次倒地后 直接躺着休息 斯波教练赶快叫个暂停给他恢复 这一节巴特勒七头四重 拿到11分一封感 热火在巴特勒的带领下 还在苦苦支撑 莫杰熊鹿看起来要一股作气收下比赛了 他们一度领先了热火12分 一切的剧情都在朝着2-2发展 但已经把体能槽重新拉满的巴特勒不同意 阿德巴约终于投进中投 91-101 巴特勒投进中投 93-101 巴特勒突破米德尔顿打击2加1 96-101 小马丁连得4分之后 巴特勒快攻扣篮 102-101 热火在落后12分之后 直接打了熊鹿一波13-0 完成反超 这还没完 当熊鹿再次拿回领先有时候 巴特勒连拿7分 包括一季后撤步采现3分 将胜利的天平彻底倒向热火 系列赛大比分来到了3-1 季后赛开始前 谁能想到这个3竟然是热火 全场比赛巴特勒出战40分钟 投篮28中19 3分8中3 拔球18中15 砍下56分9篮板 两助攻一概冒零犯规 在砍下50分后 巴特勒对着主场球迷大喊 这是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地盘 那一瞬间 所有热火球迷都想到了 曾经那个跳上记录台的维德 迈阿密现在有了新的王 56分是NBA季后赛历史上的第4高得分 也绝对是我看球生涯里 可以排进前三的伟大表演 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 从第一节开始就把球队扛在肩上 一路逆行始终没有放弃 最后逆转成功 56分同样成为了热火队史记后赛的新记录 热火队史诞生过很多伟大球星 从莫宁到维德 奥尼尔再到三巨头时代 但今天一战 巴特勒超越了前面的所有人 和很多球星善于打胜封球完全不同 逆封球永远都是巴特勒最舒服的环境 四场球下来 巴特勒场均能够拿下36.5分5.5篮板五助攻 投篮命中率62.5% 三分命中率52.9% 这轮系列赛 每当球队处于落后时 巴特勒就开始爆发 当热火落后1-5分时 巴特勒的投篮命中率为75% 场均可以得到6.8分 热火落后6-10分时 巴特勒的投篮命中率为70% 场均得到11.7分 我想热火在打了两场附加赛才进入季后赛面对熊鹿的时候 99%的人都会认为熊鹿会轻松过掉热火 就像2021年季后赛那样 但自母哥第一场的意外受伤改变了一切 而巴特勒个人的无解发挥也是热火现在3比1领先的重要原因 永远别低估季后赛的巴特勒 从战上球场的那一刻起 巴特勒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 去年10月30日当时热火战绩只有二胜无负 巴特勒在采访里说 我们会夺得那该死的总冠军